HELLO 大家好 我是點亮 今天我想跟你們分享一個 Scratch簡單版的 馬力歐跑酷動作遊戲 在這集影片 你將會學到 如何讓角色跳起來 敵人是如何移動 以及遊戲他是如何得分的 讓遊戲更好玩喔 說到馬力歐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 是在Switch遊戲機上 很火的超級馬力歐3D世界 我們來看看最原始 第一代的馬力歐 其實他是長這個樣子的 一個藍天的場景 外加幾個紅磚 跟幾個綠植物 馬力歐在場景裡面走來走去 如果有兇惡的敵人移動過來 馬力歐想辦法跳過 此時如果出現 POWER UP的蘑菇 可以選擇吃或是選擇不吃 吃了分數會增加 身體還會長大 不吃也沒影響喔 可以繼續遊戲 到這邊準備好了嗎 一起來看看程式怎麼寫吧 寫程式我們要用模組化思考 一個一個來完成 只要步驟對了 一定做得完 我們很快的來分析一下 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步 讓角色跳起來 第二步 讓敵人朝角色這邊移動 第三步 角色碰到敵人就結束 第四步 角色跳過敵人就得分 有了這四個基本的步驟以後 正式開始進入程式的編輯 首先整理一下畫面 把不要的角色刪除 刪除這隻貓咪 上傳一張做好的背景 喔對了 這集Scratch用到的圖片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下載連結 想要練習的就去下載吧 有了背景我們來選角色 滑鼠移到角色按鈕 再選上傳 調整一下尺寸設定為60 好了我們的小瑪莉歐就出現了 欸為什麼他戴口罩啊 有點怪怪的欸 這集我們遊戲設定為 戴口罩的小瑪莉歐 要挑戰病毒敵人的攻擊 第一步我們來讓角色跳起來吧 那什麼是跳呢 要怎麼跳呢 跳就是跳上去跟降下來 Scratch的跳上去 就是給Y軸坐標正數的數字 往下降就是給Y軸坐標 複數的數字 要完成一個功能 首先需要一個綠色旗子 從黃色的四鍵把綠旗找出來 放到程式區 再來到藍色的動作 找到Y改變 拉進來 放到綠旗下面 為了模擬跳起來的動作 我們到橘色的控制 把重複十次拉進來 包住藍色 再點一下綠旗 欸 你們看 是不是有跳起來的感覺呢 我們希望跳得更高 來 我們把藍色的數字 改成20 有跳起來就有降下來 滑鼠右鍵 點複製 放到下方 再把藍色的20 改成-20 跳起來是用空白鍵來跳 從黃色的四鍵 找到當空白鍵被按下 拉進來 將綠旗換成這個 那綠旗下方要放什麼咧 我們要放小馬利歐的初始位置 一開始站的那個位置 我們先讓小馬利歐站好 從藍色的移動 找到定位道 拉進來 放到綠旗的下方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 我們來讓敵人朝角色這邊移動 先上傳一個角色 我們上傳一張 病毒的敵人 滑鼠移到貓咪按鈕 然後點上傳 調整一下尺寸 設定為50 好了 我們點一下敵人 然後很快的 到黃色的四鍵 拉進來綠旗 我們想要讓敵人從畫面的右下角 快速的移動到畫面的左下角 我們先把敵人放到右下角的這個位置 然後到藍色的動作 找到定位道 拉進來 放到綠旗下方 此時定位上面的這個X軸跟Y軸都不用調整喔 因為Scratch已經自己幫我們都設定好了 然後把敵人放到畫面的左下角這個位置吧 到藍色的移動 找到滑行 拉進來 放到藍色的下方 點一下綠色的旗子 測試看看吧 你們看 敵人是不是確實按照我們想要的來移動了呢 我們想要讓敵人一直重複 等移動 到橘色的控制找到重複無限次拉進來 包住這兩個藍色的 第二步就完成了 第三步 我們來讓 角色碰到敵人的時候就結束 簡單的說呢 就是敵人等待 直到碰到角色就停止全部 我們在敵人身上 先到黃色事件 拉一個綠旗 再到橘色控制 找到等待 直到 拉進來 接著到藍色的偵測 找到 找到 拉進來 放到橘色的裡面 點一下 碰到 選擇 這個角色的名字 再到橘色的控制 找到 形式全部 拉進來 放到橘色的底下 第三步就完成了 第四步 我們來讓角色 跳過敵人就得分 這裡我們要建立一個分數 到深橘色的變數 點 建立一個變數 輸入分數 點 確定 你們看舞台區的左上角 是不是已經有一個分數在這裡了 接著同樣到 深橘色的變數 找到變數分數 改變1 拉進來 放到藍色的下面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呢 因為當敵人 滑行到 畫面 所下方的時候 並且 敵人還沒有碰到角色 而結束 代表角色成功 跳過敵人一次 所以分數就加1分 哦對了 我們還需要一個分數的初始設定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把我們的分數 清除 設定為0 到深橘色的變數 找到變數分數設為0 放到綠旗下面 我們來點綠旗 來玩玩看吧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就點讚 如果你想要看到有趣好玩的城市教學 就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點亮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